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前往电力没有受到影响的便利商店来吹冷气 后来台电维修人员主点巡查故障点 发现是不爱国小分择点的电力融资作故障 后续在晚上的11点时分完成修复全处复电 除了三明区之外 高雄市的凤山区 北贤街跟北创一街一带 也发生了路灯无预警大面积熄灭 台电派人检查之后 疑似是因为松鼠碰触到 架空路灯变压器保护开关 导致变压器的融丝熔断跳脱 你好 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